各位同學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高堅公職 景專英文 今天的這個講座 那我是呢 景專英文的高堅公職的 這個老師 我叫呂艾肯 那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啊 我們在今年的景專37期的一個啊 考前的這樣一個情報 那這邊的話呢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年的話呢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有關於啊 景專考試的準備方向這個部分 那景專考試的這個方向的部分呢 我們把它分成三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難易度 那難易度這一塊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得到啊 學測 指考 跟這個啊 景專英文的啊 這個考題的差異性 那以差異性來講的話呢 各位都知道說 這個學測以及指考呢 他有考所謂的選 選擇體 以及非選擇體這一塊部分 那假如是在景專的話呢 他呢 全部都是啊 選擇體這一塊部分 那另外呢 智慧的難易度的話 各位智慧的難易度 學測呢 大概啊 這幾年來 大概都是在啊 落在3.5 3.6那附近 的這個難易度 那這個難易度的話 各位這不是我信口開合啦 這我都是根據啊 這個 教育部他所公布的啊 這個基間單的這種分成六個啊 這個程度的這種單字啊 來做分級的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再把它做平均這樣子 才得出來的一個結果 那指考的話呢 大概也都是在啊 4級多這樣子 大概在4點多這樣 那我們以去年的啊 景專36期啊 為例的話 他的這個第一個部分啊 智慧難易度呢 高達的啊 將近有百分... 高達的有4.3 這樣一個難易度 就是在4級的這個啊 難易度啊 那4.3的話呢 基本上呢 各位 考到啊 第五側那附近喔 所以他的這個啊 智慧的難易度呢 他並不會比啊 學測或是比指考啊 來得比較簡單 但是呢 他提醒是有差別的 那這個提醒的差別呢 他最主要啊 會反映在啊 我們等一下在第三部分提醒的關鍵呢 我會跟大家做一下解釋 那接下來第二部分呢 出題方向 各位 出題方向的話呢 基本上呢 景專的考試呢 他以 學測指考方向都一樣 都是啊 按照啊 教育部所頒定的課綱 那另外呢 你假設以啊 版本內容來看啊 景專英文的話 那我要跟各位講 因為呢 我們在高中的啊 英文版本呢 基本上分成五大版本 那五大呢 第一個 三明甲 三明椅 以及呢 龍人版 還有啊 遠東甲椅 這五個版本 那這個啊 考題的這個方向呢 會不會從這五個版本來出呢 其實不一定 不一定 但是呢 你可以看得到 基本上呢 他假如考文法的話呢 他是考啊 一到三冊的啊 這個文法為主 那假如考單字的話呢 他只是啊 著重在於啊 四五兩冊這樣子 那所以呢 你的這個啊 這個 你假如要看你的學校版本的話呢 可以給大家一個方向 就是啊 你想要看文法 那一二三冊文法 先趕快好好的把它再重新review一遍 那假如是呢 這個單字的話呢 你一定要背到啊 第五冊了喔 那接下來的話呢 第三部分就是有關於提醒的關鍵這一塊 那提醒的關鍵呢 我會給大家一個建議就是啊 以文法為主軸 那呢 符以呢 單字片語 什麼意思呢 各位 因為其實景專英文說穿呢 他有很大的比例啊 都是在考文法這一塊 他跟學生不一樣 指考不一樣 學生指考呢 他著重在於說啊 閱讀理解的這一塊能力 所以你會發現到啊 學生指考呢 他非常強調於在 這個 閱讀測驗這一塊部分啊 那閱讀測驗這一塊部分呢 他甚至啊 比分啊 還佔兩分 很重 但是呢 在這個啊 景專英文的話呢 他不是喔 景專英文的話呢 他的這個文法 譬如說考文法以及考巨型這種啊 這個單選題 跟呢 單字片語的這個啊 單選題 其實兩個比重呢 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但是我還沒有講到喔 他還有啊 第二部分的這個啊 多選題這一塊 多選題這一塊呢 他要佔40分 那40分這一塊呢 各位 在學生指考呢 他基本上沒有什麼多選題這種概念這樣子啊 所以呢 在這一塊地方呢 他其實就是啊 各位為什麼啊 要來啊 專業的這種補習班 來啊 補這個 警察英文的這種啊 考試 警專英文的這個考試的一個啊 關鍵喔 那我也要跟大家講一下的就是啊 各位 在這個警專英文的話呢 他其實啊 在遺囑這一塊 我們啊 英文是加成50% 我再講一遍喔 是加成50% 50%的喔 這非常非常的重喔 所以在這邊的話呢 各位 各位 基本上 你只要英文好的同學呢 我很難啊 看到啊 會考不上這個 警專的喔 但是呢 假如是以女生的話呢 各位 以女生的話呢 你英文一定一定要好啦 為什麼 因為在警專呢 在警專的考試裡面呢 女生呢 是非常非常的競爭的啊 那你要跟別人有差距性呢 各位 我都給大家一個 一個這個 關鍵啊 這個關鍵就在於說啊 你女生的話 你一定要在啊 英文的多選題這一塊 你要能夠啊 超越別人 所以呢 在多選題這一塊呢 他其實就是啊 會是在我們這個 課程內容裡面的啊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主軸 基本上呢 之前的學姐啊 你們的學姐 考上的學姐 都有跟我來 都有跟我在反應啊 他都講說呢 其實呢 我一直強調這個多選題這一塊呢 讓他們呢 在考試啊 尤其是在這個警專英文啊 他的那種上榜的這樣一個啊 地方呢 能夠幫助他非常的多這樣子啊 所以各位 這個話呢 其實是我這個 警專英文呢 這一塊的啊 上課內容一個 一個介紹這樣子 那另外呢 我接下來 我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我們的課程的準備這樣子 那課程的準備呢 基本上呢 我把它分成叫做 AKE 什麼叫AKE呢 其實各位 我的這個 英文名字叫AKIN啊 Anyway 這個A的話呢 其實是我們的arrangement 那K的話則是 有關於我們的啊 課程內容的knowledge 能夠傳遞deliver 傳遞給你什麼東西 另外呢 我們非常強調的就是啊 Efficiency 效率 各位 來這邊的話呢 短短的啊 大概是 三個月 這個時間呢 一定要讓你啊 上榜 那一定要讓你上榜的話呢 我們一定要有效率 那所以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課程的規劃就是以AKE 那這邊的話呢 課程的內容呢 我是叫他822 什麼意思呢 我們的規劃呢 今年的規劃會是以啊 八堂的複習課程 所謂的八堂複習課程呢 第一個一定要先強調的就是啊 這八堂複習課程我們會用啊 考古題 然後呢 把你的啊 這個 高中所學到的英文跟智慧呢 一到五冊呢 做一次啊 複習整理 做一次複習整理 但是 帶的是帶這個 所謂的啊 考古題 那 這兩堂 最後這兩堂課呢 他是啊 帶這個總複習 這個總複習的話呢 有一堂 是真正的 我們在講的 把這八堂啊 所有的這一個啊 內容再做一次複習 但是最後一堂的這個總複習呢 其實 簡單來講 他其實應該叫做啊 猜題班啊 猜題班 因為我會把這個啊 今年有可能會考這個題目啊 會跟你講說 今年一定考什麼題目 一定考什麼題目 各位在去年的話呢 我就已經講說啊 去年一定會考兩個題型 結果那兩個題型呢 在去年的時候呢 他出現了一個題型 另外一個題型呢 他沒出現 換而言之呢 各位 在今年的話 我去年所講的 這個題型呢 今年必考 一定是必考 那 另外呢 我昨天去年呢 在這個總複習班 最後一堂的這個 考前拆題的時候呢 我講了一個句子啊 百分之百 完完全全的 一模一樣的考出來 那一個句子的話呢 他其實是在考說啊 頭髮隨著啊 空中飛舞這樣 這一個啊 句子 那個句子呢 一模一樣的 跟大家做講解 一模一樣的 考得出來 所以在這邊的話呢 是跟大家講說啊 這種這個 總複習班呢 我們的這個啊 尤其是我啊 因為我其實已經教蠻久了 我們的這個功力啊 是非同小可 一定可以幫助你的 那接下來的話呢 這個二呢 是這個模考的這個啊 意識 我們會啊 在這個十堂課程裡面呢 送各位兩次的模考 那這兩次的模考呢 各位 因為其實基本上題目 都是我在出的啊 所以這個題目呢 會非常非常 與這個 錦磚英文呢 它的考題呢 非常非常的接近 好 那這兩次的考試呢 先跟大家做一下介紹 第一次的考試呢 我會在啊 在還沒上第二堂喔 就是在上完第一堂之後呢 我們就有第一次的模擬考試 那這個第一次的模擬考試 我把它定義為叫做前測 那還有呢 第二次的考試的時候呢 則是在啊 我們十堂課程上完之後 我會再做一次啊 模考 那這個定義的話就是後測 那這前測跟後測啊 它的這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啊 我要讓大家知道說 你考完前測之後呢 你的分數是多少 然後呢 你對於這個錦磚的這個考題的 錦磚英文的考題的方向 你可能還是懵懵懂懂 但是呢 到完啊 十堂課程完之後 最後一次的這個模考的時候 你就大概有一個方向說 欸 錦磚英文大概是在考什麼 而且呢 我的成績啊 照理來講喔 這十堂課 我假如沒有成績沒有進步的話 這是不對的吧 所以你一定會進步的 那你一定會進步的這個過程當中 你再去做考古題 你就會知道說 我們這個課程內容 對你來講是 非常非常的有效喔 那另外呢 接下來這個K-Knowledge 這個Knowledge的話呢 我會跟大家講的是啊 今年的 這個之前的考古題 以及啊 今年必考的題型這樣子啦 那還有呢 我們的Efficiency 解題方法 這個解題方法 我要教大家的就是啊 描解 文法題型技能 各位 一篇啊 這個英文考卷啊 緊張的英文考卷啊 你要必須啊 在有限的時間內 把它做完的時候 並且還要再做一次啊 review 檢查 這時候呢 你沒有啊 相當的這個啊 解題效率的話呢 你是很難啊 再重新啊 再檢查過一遍的 所以這時候呢 我就會教大家 怎麼樣來做啊 描解解題 等一下呢 那我就會跟大家做一下這個提醒的解釋 所以呢 在這邊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們這一次啊 課程規劃呢 基本上 由我們這個啊 必考的課程內容 來做方向 另外呢 還有我們啊 模考 以及呢 我們每一次喔 都會有所謂的啊 課堂小考 再加上啊 我們的專業師資 來幫你加油打氣 各位 今年啊 你一定是會啊 一飛沖天 然後呢 順利的考上頸專啊 那接下來呢 這個部分呢 我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啊 我們在講參考試題的 這個部分 那參考試題的這個部分呢 最主要是要跟大家 介紹說啊 我們在做這個頸專考試的時候呢 你要 怎麼樣一個方向準備 像這一題的話呢 我一定都會每一次啊 問同學說 來各位同學 這一題的話 老師要考什麼 這一題頸專32級 他要考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 好 那基本上呢 你曉得啊 知道他要考什麼的話呢 你就啊 可以啊 大概理解說啊 這個題目呢 我們要寫什麼答案喔 那現在這邊的話呢 欸 這一題的話呢 各位 其實這一題的話 他其實考了第一個 他就是考分詞啊 他就是考分詞這個概念啊 那考分詞這個概念的話呢 他還考了什麼 還有第二個 你考坐落語這個概念 位於坐落語這個概念 那各位要知道喔 第一個呢 考分詞的話呢 分詞他有分成兩種 一種叫做啊 分詞構句 一種叫做分詞片語 那在這一題呢 他其實考的是考分詞構句 那分詞構句的啊 這個解題技巧呢 各位一定要記得喔 連主動 連接詞可省略可保留 保留詩欲更完整 主詞相同省略不同 不同保留 保留的話呢 他其實就分成獨立分詞構句了 那接下來的動詞他會分成主動被動 主動動詞改為原型加NG 被動流PP 而且還有第四個 逼贏後呢 為形容詞 逼贏可省略 那在這邊的話呢 他其實是考這個啊 所謂的啊 這個分詞構句這個概念啊 分詞構句 那接下來呢 分詞構句完之後呢 各位 在這邊呢 我們就要注意一個地方喔 這邊的話呢 因為啊 他其實是啊 有連接詞 叫做啊 US 由於 這個連接詞 再帶到呢 主詞的這個啊 相同主詞 Hotel Crystal 的省略 接下來的 再做的就是啊 動詞的變化了 這動詞呢 你一定要把它分成主動的 VING 或者是啊 被動的 VPP 流VPP 這個概念 來做啊 解題喔 來做解題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呢 各位 我們既然把連接詞跟主詞 相同都省略掉之後呢 分詞的概念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用VING 或VPP了吧 接下來要考助若語 各位要記得 坐落語的話呢 我們的坐落語 它會分成啊 主動的坐落語 跟被動的坐落語 那被動坐落語呢 它一定會有一個 B動詞加上VPP嘛 這是我們在講 被動的概念嘛 那主動的話 有哪三個呢 各位這個話 我會跟大家講喔 各位要記得 我們在講 位於坐落語的時候呢 你要記得一個口詞 叫做躺作戰 LSS 什麼意思呢 各位要記得 主動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啊 坐落語 就用第一個 躺 lie 各位不要以為它是說謊喔 它可以當 這個 我們在講的躺這個意思 坐的話是哪一個 sit 站的話是哪一個 stand 那假如是用被動的話呢 還是一樣喔 各位 躺作戰帶出來的這個 LSS 我們還是會繼續用 那 被動的L是哪一個呢 它其實叫做 located sit 然後呢 sit的話 這個座的話呢 它會用哪一個呢 它會用啊 另外一個座位的這個單字 叫做 seat 後面呢 再給它補一個ed seated 那stand的話呢 它則是會用這個 situated 這個單字 situated這個單字 所以這的話呢 是我們在講 主動跟被動啊 這個 座位於位於的這個啊 用法 那所以再帶回來到題目 各位第一個題目的話呢 我們這邊啊 要用的啊 是這個所謂的啊 這個座位於的話呢 這個laid 我們可不可以放呢 答案是啊 不可以喔 各位這邊的話 其實這一題啊 它出的非常妙喔 為什麼呢 因為它其實這邊 它有考到另外一個概念 各位要記得喔 躺作戰的話呢 這個躺啊 它的動詞變化是 lai lai laid 那假如是說謊的話呢 是lai laid laid 那還有一個啊 殘軟的話是laid l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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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啊 動詞三代變化這樣子喔 但這邊的話呢 各位這個laid的話呢 是動詞過去式啦 所以我們這邊不用去看了 動詞過去式的話呢 它就啊 我們這邊一定要改VNG或VVP 這個動詞過去式 是我們不能選的這個啊 選項喔 那這邊的話 seeds可不可以選 各位我剛講啊 動詞通通不可以選 一定要把它轉成啊 現在分子或過去分子的話 這個seeds當然也錯啦 這是不對的啊 這個 文法啊 那located可不可以選呢 各位 located的話呢 各位我剛講喔 located它是什麼 VVP啊 而且是被動的VVP 它一定要用被動啊 所以這一題啊 c就可以選喔 那假如是situated situated可不可以選 各位 located跟situated 通通都是什麼 被動嘛 所以在這邊的話呢 租也可以選 那假如是1的line可不可以選 各位line呢 當然可以選啊 為什麼 因為呢各位 line的啊 這個主動的啊 VNG呢 其實就是啊 line喔 各位要seed喔 它這個ie會改成y 然後再上ing喔 所以這個題目呢 各位注意一下喔 它的這個題目呢 我們呢 這個改法呢 這一題啊 答案就是啊 c-1 那這一題 c-1 你假如能夠選對的話呢 各位 記得喔 你的這個啊 超越別人 跟別人拉開距離 距離 就是在這個關鍵喔 好 來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呢 試看啊 下一個 下一個題目喔 下一個題目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個題目好了 下一個題目的話呢 其實就是我跟大家講啊 如何做描解的這個題目 那這一題呢 出現在啊去年的 緊專36集喔 齁 那這個36集的題目呢 它是要考什麼 各位 這一題的話呢 你先問一下 它要考什麼 你假如能夠看得出來 它要考什麼的話呢 你就啊 可以大概知道說啊 這一題啊 我們要怎麼選呢 看出來嗎各位 這一題要考的就是在考啊 由於 因為的這種啊 用法 那各位要小心喔 因為由於的這種啊 這個用法呢 它其實啊 因為磁性的關係呢 它會有點不一樣喔 呃 在這邊我發 有一個 欸 這邊的話 哇 我很快把它插一下 齁 像這一題的話呢 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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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喔 齁 這一題的話呢 各位 它考的就是考啊 因為由於的這種啊 用法 那因為由於這個用法的話呢 在這一題呢 它其實可以做 瞄解的這種啊 這個方向喔 齁 各位要記得喔 每一個字啊 或是一個片語啊 它都有它的詞性喔 齁 假如以片語來講的話呢 在我們的這個 介系詞片語 在劇中呢 它不是當形容詞 就是當副詞 那在這邊的話 各位要記得一個概念 就是在於說啊 我們因為由於呢 它有分成啊 這個 介系詞片語 過世啊 它有分成 連接詞的概念 那在這邊的話呢 各位 你看一下這個空格後面 它接的是什麼東西 它是不是接一個 Teams Help 這個名詞 它是接名詞喔 它接名詞 那既然它是接名詞之後呢 各位 我們後面呢 就可以啊 開始來直接做這個解題了 在這邊的話呢 哪兩個選項呢 一定要先刪掉 去看它後面接的東西喔 在這邊的話呢 那B跟C這兩個選項 一定要先刪掉 為什麼 各位要記得 since的話呢 它是一個啊 連接詞的概念 所以它後面一定要接 s加v 有一個主詞 跟一個動詞 它一定要接詞句 那 because 各位要記得 because的話呢 它也是連接詞的概念 所以它後面一定要 s加v 所以在這邊這一個題目呢 它其實是一個 描解題目 B跟C要馬上刪掉 馬上刪掉 那接下來呢 各位 接下來我們要再問的就是啊 有關於啊 這個 有語的 它的這個啊 片語 那有語的片語 各位要記得喔 有語的片語 我跟大家都在介 都在講 有語的片語呢 各位要記得 這是解析式片語喔 因為 等一下我還會跟大家講說啊 有語它其實也有動詞片語 動詞片語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 剛好是啊 它是連接詞的概念 有語的話呢 各位要記得喔 有語的 它會把它分成兩種 一種是用to 一種是用啊 off的種啊 片語 接析式片語 那各位要記得喔 to的話呢 我們會有三個 第一個 oing to 還有啊 do to 還有一個 thanks to 我把它寫在這邊喔 因為字太 字太大了 thanks to這三個 後面一定接to 那假如是off的話呢 我們也是有三個 一個叫做啊 because of 另外一個叫 on account of 第三個叫做 as result of 這三個 這三個呢都是我們在講啊 有語的種啊 介系詞片語這樣子 好 那所以呢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既然都是要用 有語的話呢 因為什麼樣的狀況的話呢 所以這個 A這個選項 我們就可以選喔 oing to 那各位要小心喔 這個to的話呢 它是介系詞的概念 所以它後面是要接名詞 遇到動 我們要把它轉成什麼 動名詞的ving 那另外呢 豬這個選項 oing to跟 dude 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這邊 oing to 當然也可以選啦 當然也可以選 接下來呢 thanks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是不可以選的 為什麼 各位 它是少了一個什麼 thanks to 少一個to這樣子 所以這邊這1呢 也要拿掉 1也要拿掉 另外呢各位 這個thanks to的話呢 在我們現代英文的話呢 基本上呢 thanks to後面呢 都是要接 好的狀況啊 好的狀況啊 好事情這樣子啊 這在以前的文法是這樣講啊 但是在現代英文呢 BBC呢 以及CNN呢 它不一定了 thanks to 它後面可以接啊 好的 魷魚 或者是壞的這個魷魚 都可以的啦 這個原因這樣都可以的 但是呢 假如是以考試的話呢 還是建議大家 thanks to的話 最好後面是接好的東西啊 為什麼 有些 有些 還沒有轉過來這樣子啊 有些文法還沒有轉過來 所以我們 盡量還是少用thanks to啊 後面接壞的東西這樣子啊 那這邊它假如是用thanks to thanks help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啦 但是它少了一個to啦 所以我們就不再去理它了啦 好來 所以這邊的話呢 各位 這是我們啊 在今年啊 所做的這個 警專37期的 考前的啊 英文的情報這樣子 那也謝謝各位呢 今天啊 這個 聆聽這樣子 那我們下一 那個 之後的這個啊 考前的這個 充施班呢 它的時間表 我們會再啊 另行公佈這樣子 也謝謝各位 今天的呢 觀賞 謝謝